哈啰 大叫 我是张老师 来 嗆一声 今天的主题 谈谈老鼠 你在2025年 一整年的运势 新的一年快来了 各位赶快做一点规划 那我要再三强调 等一下的分析 只是提供可能性 那各位一定要想办法 利用他的时间差 把这一种可能性 进入可行性 什么叫成功 对的时间 对的地点 对的人 对的事 叫成功嘛 老师的说明当中 只会跟你讲 对的时间 对的事情 反之 不对的时间 不对的事情 这只老鼠你在 2025年 以示年这一年 你的舒适程度 不是太高 老鼠 16% 所以我也要再跟你讲 一动不如一静 不要动作太大 那不要动作太大 当中你也要生存 你看你这一整年走一个什么 食神正财 他不是偏财 他不是走七杀正财 我想再跟你讲什么 食神 如果你是做那一种 有技术性的工作 正财 那我想再跟你讲 属老鼠的 你在2025年当中 有利白道 不利 灰的 也不利 黑的 那有人在问老师 什么叫白道黑道 白道黑道还要讲 能够见光的叫白道 不能见光的叫黑道 那什么叫灰道 灰灰的 有一点 靠 接的案子 在拿这个佣金的 理财专员 卖房子 卖保险 命理师 一些私自备的 你说他很有争议感 也不至于 你说他很坏 有时候又讲一点江湖道义 所以各位要分析一下 像那些什么 异次元空间 什么一些会所 招待所 让你很轻松 地方的地方 一般来讲 属于灰 那你今年走的是 食神正财 还是一样 讲一讲 舒适程度不太高 16% 先把那个最好的 月份跟你讲 属老鼠的 如果你有一些 重大的事情要做 尽量在农历的 7月 8月 10月 跟11月 7 80 11会比较好 那个10月已经跟你讲了 那如果说 老师啊 我刚好身不逢时 食音不尽命运多船 啊我刚好是做灰的 跟黑的怎么办 你尽量把重要的案子 要推的时候 给他移到下半年 上半年不好哦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 你上半年当中 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对你会相当不好 尤其农历有几个月份 你要注意哦 如果你是做灰的跟黑的 农历9月份 你不会太好 农历的1 2 3 不好 农历的9月也不会太好 尤其农历的1跟2 你要注意哦 就是刚好正夜15过了以后 那个 还有农历正夜15过 还有45天 灰的跟黑的 没有事的话 关门 避妇 眼才飞 尽量低调 那讲讲婚姻啊 因为是正才 食神正才 如果你是属老鼠的 在男生 是未婚的 你今年是有机会 今年有机会结婚 当然有机会结婚 结婚之后 幸福一下子 一阵子一辈子 不再探讨主题 就事论事 属老鼠的男生 今年有机会 可以结婚 运不错 那运不错 那个月份的话 顺便跟你讲一下啦 大概在农历的4月5月 我有人再跟你讲 属老鼠的男生 农历4月5月不错哦 有机会 老师啊 那你怎么没有讲女生 我们的婚姻怎么办 好 如果你是属老鼠的 女生 属女 你哪个月份 比较有机会 哇 你这个机会相当多耶 农历的36912都不错哦 农历是3跟9 比较Mr.Right 像先生 农历的6 跟农历的12月份 比较有一点像情人 3跟9 可能是 一辈子 一阵子 6跟12 一下子一定有啦 看你的造化啦 那至于财库来讲的话 今年你走的是正财 不过你的你的舒适程度16% 所以我们再跟你讲 投资方面要注意啦 投资一定务必注意 要注意什么 不要贪哦 尤其 最近啊 已经美 美国已经降息 919之后降息 那9月19号之后 台湾就在 第七波在打房 所以要注意哦 2025属老鼠的 你在投资上要进入保守 那美国降息已经降息 美元会贬值 美元一贬值 我跟你讲 两个东西会涨 黄金跟石油 但是因为现在石油 大家有一点用绿能期待 石油价量不大 所以大概现在还在一桶 大概70块美金上下 但是黄金要注意 黄金最近涨太凶 黄金涨太凶 2023到2024的9月份 美元才贬值4% 美金贬值4% 你知道那个黄金涨34% 他违反给你讲一个定例 美元只要涨1%跌1% 对金价的影响 8个percent 1比8 要注意这种比例哦 这大数据算的 不是我算的 所以美金只要一升 黄金要跌 美金只要一扁 黄金要涨 不过最近黄金涨得太扯 台湾一千已经1万多了 我再买的时候才买6300 还6400 现在1万多耶 下10人 涨得快一半了 因为我买的时候很低 我没有啦 我只买一千而已 买一千 可不要搞错 好啦 那男女关系 我已经把那个月份跟你讲 那一样 如果你各位也不是要一下子 也不是要一阵子 老师啊我要看我的这个真正的婚姻 一般来讲老鼠 老鼠 男生女生都一样 你尽量把这个月份移到农历的7、8、10、11 会比较好 现在讲讲风水不正 一般来讲还是要一马归一嘛 属老鼠的来 属老鼠齁 你的吉祥方位啊 今年的吉祥方位 一定要注意一个点喔 在西方 西方 你的颜色啊 是白色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教你一个小小布阵方法 你一定有一个办公桌嘛 一定有一个办公室 你家里一定有一张书桌 在你书桌啊 书桌桌子的下面 你可以弄一个白色的垫子 脚踏垫都可以 这个对属猪的 属老鼠的 属老鼠的 你的各方面的运势 包括你的事业啦 感情啦 升迁啦 财库啦 健康 大概会有比较 比较好的 这个运势的影响 听好喔 我现在没你们的数据 我也没有你们的出生年月日 也没有你们的教育程度 工作的范围 所以只能够in general 跟各位讲 好来 现在是抽抽签 因为这个 这个十二月份 你的舒适程度 它是一个固定的 每年一个循环 十二年一个循环 这是先天命 我一般来讲 我比较注重这种后天命 后天命 他会跟你讲哪个月份好 第一个断吉凶 第二个何时吉何时凶 第三怎么趋吉避凶嘛 所以我比较注意看这个 来 集中精神 鼠老鼠的男生 给他分开来 鼠老鼠的男生 想要知道 2025年 这一整年的印试 来 现在第一五首 借老师之首 第一五口 借老师之口 有借有凡 再借不难 有借不凡 你再借就能来 这一支什么 鼠男 哎呀 这一支什么啊 六十一 六十一叫中符 听好先解释这个挂词 什么叫中符啊 中符就是一个枣 枣子的枣 下面一个子 儿子的子 什么叫中符 就是鸟啊 鸟在飞行的时候 没有窩 夜鸣兴兮 乌切南飞 绕树山楂 无之可依 你看飞那么久 没有枢枣可以休息 曹操的短歌行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总是要养育小孩子啊 所以他两个枣 各抓一个蛋 现在有个问题啊 中符 风则中符 讲什么 刚刚好就好 不要太大力 太大力蛋未破 太小力蛋会掉下来也会破 那这个挂子跟你讲 囤鱼籍 什么叫囤鱼籍 你们现在在拜拜是不对哦 你们有时候去拜拜啊 到那个什么土地公庙 到那个王爷公 有没有 就用鱼啦 有没有 猪肉 不可以哦 在古代啊 所谓古代是商朝下商周的时候 那个祭拜一定是牛 很少用羊 都是牛 那个囤鱼籍是什么意思 只要你心很诚恳 哎呀 偉大的天神 我觉得我不是很有钱 杀一只女我也买不起 我只能够用小小的一条鱼 一小块猪肉 请你笑纳 所以跟你讲囤鱼籍 要注意 诚心 那个老鼠的 你要注意啊 你在二零二年一定要 辛辰哲铃 福乃利用月 那这一只挂子跟你讲什么 哎呦 这一只你要注意啊 你要注意啊 你要注意啊 你在今年 男生看这里 你恐有破财之恶 这在跟你讲啊 所以你碰到财 你要特别注意啊 什么叫做财 你在农历四月五月 没事不要乱投资 不要合资 不要投资 钱不要借给别人 不要管闲事 鼠老鼠的注意 听男生 你在农历的四月五月 会看到好像有赚钱的机会 不错 不要进哦 如果你真的要做 农历七月八月再来 不要认为机不可施 听好啦 机会它是一个循环 一个cycle 不用担心 讲得很清楚了 那风水的布阵方法跟你讲 这句话跟你讲 农历四月五月要注意事业 五月要注意男生 来现在看看女生来 这个俗女 要看看农历 2025年来 老师已经跟你讲 大运流年 还有流月 那你们要注意哦 要注意看什么 看我们明年开始那个 每个月的流日 看看哪天要是发疯 再跟各位讲 流食 流食 大运老板才会这样 流年 流月 流日 流食 吉祥 原生 热烈 气管坤做了工作 来 属老鼠的女生 要知道 2025年的运势 来 现在一耳未明 假如太智有常 吉吉告我 凶言其哉 吉出吉卦 凶出凶卦 哎呀这一支 这一支什么 哎呀第十卦 听好 第十卦叫天哲理 什么叫天哲理 呂浮尾 不迭人 亨 你很聪明哦 你站在老虎的后面 没有被这个老虎咬到 为什么 很聪明 那为什么你敢站那里 我想跟你讲 富贵显中求 听好 属老鼠的女生 你在农历七月八月 一定有展望 感情会有突破 叫你咬咬咬的 懂不懂 你不要管那个男生 有没有 不要管那个男生 有没有女朋友 还是有没有男朋友 你喜欢就好 要咬咬的你知道 要用你的智慧 有没有 不要只相信什么 我只要勤劳 我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大陆地区 六亿个人民 六亿个这个 这个名农公 每天都在拼命地干 我也没有看他有钱过啊 所以要work smart not work hot 他跟你讲这一只卦 属老鼠的女生 只要你够聪明 你在农历七月八月 这一只卦相当好 一定有收获 一定有收获 要注意哦 我已经跟你讲了 农历的七八 那其实农历的十跟十一 也不会太差 所以尽量 女生 把你要做的schedule 移到下半年 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一样哦 喜欢老师视频 按赞分享加入订阅开机小叮当 新的视频上 就会通知各位 好 新的一年 祝各位心想事成 让你们发光发亮 发福发贵发财 事业做得丰盛水起 钱赚的盆满波满 一定要 一定要幸福 一定要快乐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哦 拜拜 喜欢老师视频 记得按赞分享 加入订阅开机小叮当 OK 拜拜 康医生 OK 拜拜 小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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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叮当